你围观这么多年 你老惹皇上不高兴 何大人 那你看 我这病根到底在哪呢 听我说 你的问题就出在你 总是自作聪明 百一补贴何多多的官场哲学课 要开始 第一才子 怎么就还自作聪明了呢 这一切的开始 还得从福华安 追查红楼反书一案开始 那就请先生上车吧 眼见福华安 面露爽老 杜小月直接拦在了 记得烟袋身前 接着福华安一挥手 大途兵即刻冲了上去 只见杜小月 在人群之中开启了无双 所以他大喊着 你快走 快去找皇上 这一旁的戴清战帅 更是直接打起了假赛 一个灵巧的走位 让杜小月 把自己盖到了小棚子里 无能狂怒的 目送杜小月逃出生天 杜小月是一溜烟的 跑回了祭府 找到了阿姐莫愁 阿姐直接睿凭咱们的尔康 那个福华安 占得他跟皇上的关系 恨心天下 这两人一和解 都决定 先把《红楼梦》书稿 和那幅画带出去 就见远处沙尘卷起 所谓千秋叶万古鸣 英雄一生血染尘 来者正是传说中 乾隆的私生子 福康安 我哪跑 你干怎么样 小月 你不要乱来 福康安 动手的胆子没有 搜查的胆子是有的 搜 让我搜 好 痛快 抛开正在搜查的尔康 何大人又要在地牢里 给老纪上官场哲学课 听说纪的烟袋 在天牢开了套家 好兄弟何多多 立马过来威温 还敢动得擦了擦鼻涕 纪先生误会了 何某人听到这个消息 立刻去刑部打探 以图营救之策 何大人一脸悲伤的坐下 开始找纪大人话聊 连何大人都救不了我 那我算是死定了 你看这事 让你纪结证给撞上了 真是可悲 可态 可恨 这一下就让纪大人 抓到问题的重点了 咱们皇上的爱好 是看花瓣草 花瓣草 花瓣草 那老纪可就要说出了 他没看过 他凭什么说 这是一本反书呢 怎么会下纸觅查呢 老纪是会抓重点的 是你举报的吧 这本书 它就是反清复明 不计能行吗 何大人被纪大 燕带的魔法攻击 嗆了就嗆 你别老拿着玩 比比话话的 他直接开始 给纪大人上起了 大清官场哲学课 那老何就得给你好好上一课 老纪也一副好奇宝宝的模样 被纪大烟袋 把烟袋放下 何多多 款款而谈 你的问题就出在你 总是自作聪明 我就这么跟你说 流落锅子跟皇上下旗 都只敢合起 你这是玩火呀 听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啊 不得不说 把持着才子人设的 记得脑袋 多少是沾点 适才傲物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何大人也提出了一个交易 你只要把曹雪芹的那幅原画 秦西兰草图 交出来 我可以到皇上面前去周旋 到这里 老纪也明白了何大人的目 这一次交锋 属于是何大人的完全胜利了 纪大人只能兴兴地拿着烟袋 坐到草席上 吐出一句 何大人 您吃化煤吗 何大人是万万没想到 纪的烟袋 居然靠着化煤逃出生天了 皇上口谕 小月进贡太后之化煤 深得太后欢喜 杜小月是如何帮助纪的烟袋脱困的 还得感谢神奇的化煤 傅康安都在纪府搜了半天 啥也搜不出来 不得不说 贾塞痕气很重 这个时候 张公公也从山东 星也及时赶了回来 一回来 就找杜小月要化煤 公公 您叫太后别指望了 这化煤没了 把我跟阿姐都抓了 还说要给我们 在天牢开个VIP帮家呢 张公公看了一眼耳康 说话虽然小心翼翼 却透露着不容拒绝的意味 阿姐 我们又可以炮制化煤了 不行啊 师父不在 莫愁极客就说了 俺们两个就是打下手的 真做化煤 还得抗记忆大人 画面一转 傅康安就来找何大人商量对策 顺道也让张公公好好歇息 那张公公也把化煤 给了一颗给何大人 何大人心思 这玩儿哪有那么难搞 但何大人吃过之后 张公公也传达了张总的口谕 先化煤做完后 两日内送到泰安 打定主意 就是不让姬小兰出狱 于是 带兴战帅直接带着人 把大大小小的零食铺子 和饭馆都锁光了 哎呀 那就找人试着做吗 人家还得摸索配方 十天半月就过去了 何大人算是看明白了 自己是得到大牢里 拉起这张老脸 去求老季了 你看何多多 笑得多开心了 此时此刻 只有一首歌 符合何大人的心境 你微笑的动作 认真的吗 小小的动作 还那么大 你只能扮演个绅士 才能去和老季 说说话 季大人 季大人 是什么 能让何大人陪着笑脸 去叫醒在大牢里 装睡的季小兰 行 你真够狠的 甚至 为了不让别人 看到自己的窘境 何大人直接赶跑了狱族 守着老季 在桌子上 瞇了一跤 直到那股熟悉的汉淫的味道 把自己给熏醒 这两人是亲亲密密 语言暧昧 不愧是好兄弟 老季刚坐下 就开始跟何大人说 我昨天晚上琢磨了一笑 我是深刻的反省 老和呀 你的那一期话 说的太对了 《红楼梦》 压根就是一本反书嘛 不是没说 不是不是不是 老季当时一愣 我藏了书 我看了书 我有罪 我罪孽深重 这事不能怪你啊 老季 老和怎么能让季的燕带 继续坐牢 没有话没 他咋给太后送去 算当着名人 不说暗话 何大人 这话什么意思 这季大人 也不愧是戴清 第一财子 他这么一诈 老季大脑略走思考 张总让我两天 把话没送过去 所以别说了 马车我都已经备好了 你赶紧出来吧 更是点名了 什么青楼梦 红楼梦的 话没要紧 话没 有了这一遭 季大人自然脱困 脱了身的老季 也一阵后怕 我自以为有学问 不把和尚和福康安 放在眼里 可人家呢 用几页红楼梦 就把我给打入大牢了 莫愁说着 都是自己的错 自己把说话藏好了 不会被尔康盯上 这会儿的杜小月 心里眼里 全都是季的脑袋 不仅维系心上人 还护住了阿姐 要怪 都怪那个女的 这说曹操 曹操就到 曹雪芹的侍女香云 来到了季府 先是给季大人道歉后 结果杜小月护肚子 我们家先生差点 因为你连性命都断送了 先生 可季的脑袋 嗖就追了 那么季小兰 该如何藏住 红楼梦书稿 这片石头记 该如何落幕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长安大拇指三秒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